大理最美的风景就在尔海 这篇尔海的旅行日记是干货满满的一篇 景房第一次去大理的小伙伴跟我一样踩了坑 错过了最美的景色 环尔海一圈总共有126公里 今天主要讲的是海溪的生态廊道 生态廊道是指从财村码头到喜洲谷镇旁的海蛇公园 这一段全长40公里 不能走机动车的沿海廊道 等等你说什么 不能走机动车 那腿的吗 别激动别激动 我们先看看这一段生态廊道上都有一些什么风景 好吧 左边这些美的不像画的图就是让我中毒的图 给这些博主打广告啊 虽然我没有任何广告作用 所以生态廊道是挨着尔海的 处处都是风景 在我看来生态廊道要比古城美得多 但是我是踩了坑的 没有计划好 时间明显不够 接下来让我说说我的踩坑经历吧 如果你喜欢玩的东西和我一样 那希望你来大理玩的时候能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发现一个超漂亮的地方 据说这里的紫外线很毒 然后风特别的大 你看我的头发已经吹着乱七八糟了 半个乞丐的样子 那么我们现在从海蛇公园出发 去往财村码头 40多公里当然不可能腿着回 那就只剩下电动车或者自行车 然而我已经错过了日租的电动车 因为网上一堆帖子说 二月很冷 骑车会很吹 来回百公里 骑得好难受啊 太痛苦了 家人们 要么错过要么上啊 有什么东西可以难倒我 嗨 然后我们现在走吧 然后我就开启了我骑哈喽电动车的神奇副本 生太郎唯一指定运营车 20块钱一个小时 超过一分钟也算一小时 开不开心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正常来说20块钱一个小时也不算贵 但是这个车限速了 一个小时走走停停 最多也就走个七八公里 车的电量也是随缘的 但是在旅游景点 你是没法去挑剔这些事情的 也就是你可能只找到一辆 只剩几公里的电量的车 然后不停的20块一辆车 20块一辆车的接力下去 40公里 鬼知道我40公里经历了什么 这个生太郎道非常的漂亮 真的超好看我觉得 也是把自己的刘海骑成这样 又还不了啊 其实是想坐在这里拍一张美美的照 但是 小伙伴已经继续往前走了 我只能这样录一条 安静的海边树林 孤独的一棵树 日落下的廊桥 绝美的花海 这一路上的风景 没有一刻可以错过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 慢慢的日落了 海面和天空慢慢发生变化 然后我们从白天起到黑夜 直到月亮从苍山上爬起来 这是真的到了晚上 节日的烟花在我们头顶不停地绽放 我突然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 觉得这一刻很值得 天已经黑了 那我回到家了吗 答案是并没有 现在我们在一个前步着村后步着电的地方 我为什么不回家 是我不想吗 晚上八点自动断电 停止运营超出运营时间 附近 真的真的 求求各位大佬认真做作攻略吧 让每一个出门旅游的孩子都有家可归 好吧 大晚上喊不到车 坐着等吧 等到我喊到车为止 等着自己民宿的老板说骑车来接我 对我在民宿老板的帮助下终于回到了民宿 然后我没有饭吃 现在已经点到外卖的人 给我一个鸡翅翅 花钱出来旅游 能吃到饭呢 还地方菜 还白足菜 我跟你 我今天只是鲜花饼